细雨轻轻飘下,你爱把我融化 怎么舍得让你白了头发,年华 我想说爸爸你辛苦了,太不容易了 随风吹雨的,冲起了整个家 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,最宠我的人 也是我最牵挂,最放心不下的人 更是我这辈子亏欠最多的人 一向性格类像,不善言辞,不会表达的父亲 那年妈妈去世,我难过不吃不喝 爸爸安慰我说,妈妈走了,还有爸爸 爸爸会管你,会照顾你 就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语 让女儿备受感动和温暖 今天是父亲节 虽然你的电话尾打通 女儿还是要祝福你 节日愉快,身体健康,幸福,平安